还是口空范围之内 傅小芳的身高是1米65 应该说在女选手当中个子还是不错了 这个球没有太大影响 顺利打了信 而且回合来顺利较较结合 好球 稳稳啊 一定要稳稳把九号打进 好的 谢谢细评 这样比赛的争夺已经是去向了白热化 抢九的比赛现在已经是转化成了三局两胜的比赛 傅小芳的优势呢就是等一会儿可以继续来冲球 嗯 卡伦克尔还在为刚才自己的那次失误而自责 所幸不看对方比赛了 那现在对于卡伦克尔所能做的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 嗯 主动权握在人家的手里 没错 这次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从这周一开始啊 前三天是打会外赛也就是刺客赛 然后从礼拜四开始啊 19号20号21号22号来进行四天正选赛的比赛 那这次我们北京电视台体频道也是给您对这次比赛带来全程的直播 相信这几天啊很多的九球迷啊都是一直守候在电视机旁 来观看我们的这个比赛的全程直播 傅小芳开球啊 他的这只红色的开球根啊确实是 别人所没有的非常的独特 很抢眼 只有刘莎莎跟他是一样 冲球很关键 母球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啊 一号球停这个位置啊 嗯 不太好进攻 这盘球啊很关键啊 因为现在双方是战成了7比7平啊 谁赢下这一盘就将首先拿到赛点 并且获得这个赛点的冲球权 嗯 这个天平很明显的在清醒 这盘球是天王山战役 对对 谁赢的话谁是占领这个制高点 对 就会有很大优势啊 但是这个优势到盛时还有一步之遥啊 但是首先谁都想先确定这个优势 利用三号球 好 果然是形成了一个吊球 嗯 这场比赛啊 争夺得也是非常激烈 到现在为止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双方激战正寒 比赛的结果啊 应该很快会揭晓 对 但是这一局比赛是显得非常的重要 两位选手相信现在的心呢 也在砰砰的跳 嗯 没错 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傅小方 好球 一个旧的票 对 对 其实比赛打到这会儿啊 我相信更多的比的是意志力 嗯 更多的技术环节的 呃 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就不如平时那么重要 对 真正影响比赛胜局的可能更多的是心态 心理 好 意志 两人的年龄差距也比较大 22岁的傅小方迎战40岁的卡伦克尔 一定要看啊 现在这个角度看不出来 第一啊 就是看看一号球有没有中弹 第二 如果就算有中弹 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叫二号球的位置 那现在母球啊是仅仅的贴裤啊 对 这个架杆是困难比较大 嗯 相对来说这个 如果要打一号球要打得非常精细 而从今天的比赛当中来看 就卡伦克尔 对这个非常需要精细的攻击的球的成功率不是很高 嗯 这球呢只能打高杆 应该是如果打中弹的话 发点力跟上去啊 弹裤来叫这个二号球 这个难度也不小 太难了 嗯 看一看 看了看啊 哦还是差一点没有完全贴裤 这单球啊很关键是攻还是防 啊 要往下打也要打得非常轻 打底带 有了 好球 漂亮 非常难的干法啊 非常 卡伦克尔也是 在此一搏了啊 这酒精沙场的老将啊 关键时刻还是胆大心血敢于出手 而且有这样的技术基础来做保障 哎 看看这三号 这个位置叫的可不是很理想 这个位置很不理想 心态有变化 嗯 没有这力量退的太多了 没有必要 完全哎呀 自己不满意啊 看来啊九号球也挡住了三号球下球的线 对对对对 三号船九号的危险性太大了 对对 完全可以定在定在那里啊 然后打这个三号球 左下脚底带一横过去五号球就有的打 嗯 现在应该说打到这会儿 卡伦克尔不见得敢传球 应该不敢 应该是防守 哎 机会啊 有变化了 心态有变化 看看五号球的中代 哎不满意啊 有的时候可能之前 呃 双方很纠结 嗯 对于这个脑力啊 也是非常的消耗 对 年龄偏大一点啊 是不是用脑过度 可能多少也会有一些呃 对他后面思考有影响 中代啊 就思考的不那么缜密 对 其实 其实咱们可以看一些很细微的呃 变化啊 就像 像刚才这个 傅小方这杆球 为什么叫这么大 其实他怕叫小了 被这个 六号球挡住 嗯 实际这种心态 下意识的 手上细微的给一点点力 啊 其实更多的想了 我不进怎么办 我叫不到怎么办 我这番球输了怎么办 这跟平时打球 不一样 对啊 平时打球 输了有下一盘 今天输了有明天 这个比赛不一样 今天的球输了 可就等明年了 嗯 而且明年你能不能打进 这个 半决赛 都不好说 因为我相信傅小方对 任何一名中国选手的胜率啊 通过这本届比赛来说 非常高 对对对 应该说他觉得就是 对任何一个中国选手 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对这卡伦克尔 相对来说 他没有对另外中国选手信心那么强 对因为之前傅小方在前五场比赛 赢了周窦窦 陈思明 韩芳 陈雪都是中国选手 只有是金家应是一位 国外比赛 对对对 应该说这个傅小方也非常希望在这个 沈阳啊 能够拿到自己的手冠 当然现在横在自己面前就是 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卡伦克尔 中代 其实沈阳对于傅小方来讲 嗯 也算半个家乡了 也是东北啊 他一直之前在黑龙江打中式黑八 轻轻一横给了点右侧旋转较 应该说这篮球的机会是卡伦克尔送的 摇头了 没机会了 很关键啊 又是八号球 打进是没问题 看走位 有点准度啊 很关键 刚才一直强调啊 这是一个制高点 一个非常重要的制高点 看看这优势啊 能不能拿住 好球 也长出了一口气啊 傅小方 将比分变成了八比七啊 傅小方领先 呃拿到了赛点 嗯 现在卡伦克尔呢 可能是要去洗手间 嗯 比赛呢 是稍微的要休息一会儿 我们也先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给您直播这场扣人新鲜的比赛